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Notion的全方位实战课程 打造你的专属数位工作室 我是雷萌 这支影片是我们整个课程的前导 也会带你快速的了解 这堂课究竟会带给你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开设这堂课 以及这堂课的最佳学习方法 还有学习的路径 当然还有我们学员的专属社团的资讯 还有课程后续的线上训练营 好 先跟你分享 我们为什么想要开设这堂 不只是线上课程的线上课程呢 身为一个数位工具的爱好者 以及艺人公司的经营者 我知道有太多人 现在也是多重工作 每天需要应付各种面向的任务 从正职的工作 个人的学习 还有日常的许多杂事要处理 加上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 让你好像失去了对于生活的掌握感 我在六年前 因为同时要顾及学业 工作还有技能的精进 所以专严各种生产力的方法 并在自己身体上去做实验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怎么工作比你努力工作更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同样一天 只有24小时 却有些人总是能做得更多 生活得更加的自在 所以我在2018年认识到 Notion这套来自未来的工具 国外媒体们都称Notion 等于Google Docs 加Evernote 加Trello 加Wiki 加To-Do List 是一套几乎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的生产力工具 因为Notion的自由画布的特性 我可以把我过往所有对于生产力的研究 还有方法论 都重新的在上面做实践 我们这堂课就会讲到 笔记跟个人知识库的建立 时间管理 GTD 还有日记的系统 多人任务协作 还有OKR 还有个人的作品集跟简易的网站制作 到这边你应该发现了 这不只是一堂工具课程 我们是基于帮助你打造高效工作思维为基础的Notion应用的课程 换句话说 你可以想象是有人告诉你一把刀有多好用 所以教你这把刀的使用跟保养的方法 但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是同样发现了这把好刀 但除了告诉你使用的方法 还告诉你不同的应用场景下 这把刀要怎么使用最合适 例如切鱼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那切菜就不太一样 甚至我们也会告诉你 某些料理 其实直接用烤箱更实在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把刀啊 没有内功 再好的武器也是徒劳 所以这不只是一堂工具课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建立高效的工作思维 帮你一步步找回对于生活的掌握感 来活用Notion这一套工具 接下来我们就请Kevin来跟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堂线上课程的进行方式 章节分配以及如何学习最有效 哈喽我是Kevin 从几年前接触到Notion之后 它就成为我多重斜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数位工具 我会用它来规划课业的学习 管理自媒体的内容产出 排定各领域的工作计划 也用它来记录了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 而这堂课程将会集合这些综合应用场景的经验 从课程中的实际案例带着大家一步步学习 这堂课一共有六个章节 我主要负责的章节是 第一章节的Notion功能介绍 第二章节的知识管理 以及第五章节的个人作品集 雷蒙则会带着大家学习第三 第四章节的时间管理和多人专案管理 至于第六章节进阶应用的内容 我们会共同持续新增各种有趣好玩的延伸进阶应用给大家 这堂课我们基于Notion的产品设计理念 Learning by Making 设计了一套独有的学习方式 冒险地图 也就是我们会带着你用Notion学Notion 我们会在第一章节介绍这个冒险地图该怎么使用 更重要的是 你还可以通过冒险地图了解几乎所有的Notion功能 是怎么组装 怎么整合应用的 你也能将自己学习的过程 在冒险地图中记录 并累积成自己的作品集 我们不希望你买的课程就把它放在一边 因此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 帮助每一位学员真正学到东西 并且带回你的生活上运用 这才是我们开设课程的最大收获 对了 我们也有开设一个学员专属的脸书交流社团 在里面你可以提出课程中遇到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所有的同学到学员社团中 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学习历程或者作品 从费曼技巧中我们可以知道 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由被动转为主动 用人话来说就是 分享和教学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方式 就像书读的再多 如果无法把你学到的表达出来 那其实这些学习并没有真正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学完这套课程 却无法向别人说出你的应用方式与心得 就无法得到回馈 也无法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在什么样的状态 也没办法进行修正和优化 让我们用一条线来了解 最左侧的线上课程就是单向教学 你单纯听老师的讲课 我们专属学员社团是个类双向 因为你也可以潜水被动的看着别人讨论 而最右边的线上训练营就是个双向学习 你必须产出自己的作业和作品 让老师、助教和同学们都可以互相交流 我们很期待在社团里 可以看到每一位同学分享自己的数位工作术 或者你应用东悬的方式 最后再让雷蒙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堂课除了不只是堂教工具的课程之外 也不只是一堂单纯的线上课程 这是为什么 没错 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很爱学习的人 也深深知道单纯预录好的线上课程 它的好处虽然是不限时不限地点 能够随时观看 但因为你没有压力 没有老师跟同学的陪伴 所以现在的线上课程平台的玩课率都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开课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大家真正去找回对于生活的掌握感 想要帮助那些真正想升级自己的同学 所以重点应该是放在你们的改变 而不是我们收了钱就拍拍屁股就走掉了 所以我们预计在7月之后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线上训练营 那这种线上训练的学习营 你可以想象成是把线下课程的体验搬到线上来 还有有助教的支持跟个人化辅导的系统 做产出导向的互动学习模式 在国外称为Cohort Best Course 简称CBC 有一位CBC的课程专家Wes Kahl 他就提出一个唬烂内容等级的金字塔 我觉得挺有趣的 在前导片的最后和你分享 他说网路上的嘴炮专家很多 从限制280字的Twitter 因为他只截取片面的资讯 不需要多加解释 所以Wes认为这是充满唬烂 那主题演讲跟部落格 都是因为单方面的叙述 所以大多数人的重点都是放在 What也就是做什么 跟Why 为什么做身上 让你短暂的去感受到快感 但却不知道How 也就是怎么去做 而最顶端的CBC 因为存在着老师跟学生的双向关系 同学的即时问题 跟即时要回应 所以进行的过程 就像是实体课程一样 除了内容的传递 还有小组间的互动设计 所以如果你内容空洞 就一定会曝露出来 你发现了吗 所以我们想要做线上训练营的目的 就是想要给大家更高品质的学习体验 毕竟数位工作术 还有高效思维 并没有标准答案 它非常的个人化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 先透过线上课程还有专属的社团 带你深入了解 我们是怎么样活用Notion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最后个人化到你身上的 线上训练营 最后要跟所有的 哈豪同学们说个福利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在上完 卸上课程之后 都可以来参加 7月的第一期的 线上训练营 真正打造专属的高效工作室 所以你要参加Notion数位大脑 人生系统的线上训练营 可以凭借你的哈豪报名学费 最高可以折抵1580元 也就是木之找鸟期间的 全额学费哦 更多训练营的详细资讯啊 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网页 已经放在老师的话 等到开始报名那天 我们也会在学员社团里面 及时跟大家公布的 好 那话不多说 准备好开始冒险了吗 我们路上见